小女童單邊眼睛下方臉頰 整片腫起來還有多處嘔猜 表情看起來好委屈 讓人覺得心疼 沒想到跟媽媽去公園玩 溜滑梯竟然撞到毀容 家長PO文說地點在屏東市的幸福公園 卻發生不幸 知一溜滑梯高右斗 緩衝區過短 還有高低落差 甚至有的沒軟墊 孩子鋪倒撞到金腳 當場痛到放聲大呼 好險沒有撞到眼睛 實際來到幸福公園 確實最邊邊的溜滑梯 沒有緩衝軟墊 但旁邊有告示牌 試完年齡5到12歲兒童 其他家長也說 孩子也曾經差點摔傷 同樣暗藏危險的 還有高雄騎金風車公園 家長騎機車 前後各載一個孩子 經過公園前 突然眼睛被異物纏住 停下車仔細看 竟然是一整捆的風箏線 好險當時車速不快 如果纏到小孩 那還得了 在我小孩的臉上 然後我怎麼可能會 其實發現馬上金色 警方貨報跟觀光局等相關單位 去書紙上把風箏線取下 提醒民眾到公園放風箏 但是別亂丟風箏線 而且外觀又是透明看不見 不小心纏到脖子 後骨嚴重 記者王毅與王書宏高雄報導 我們要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他可以乾脆把生成雞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